我去过很多国家 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喜欢上了中国传统文化 甚至知道汉服 知道马面群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我有个想法 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璀璨的古术文明 我之前设计过很多风格的造型 但是把古术元素融入到设计中 这个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也是一个挑战 说到古术文明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太阳神鸟 作为一名COSAR 一名造型设计师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展现它的魅力 从寻找灵感 设计草图 到制作过程 中途我也和我的小伙伴 有了一些摩擦和争吵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这个几千年前的太阳神鸟 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太阳神鸟给我的感觉非常神秘 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旋转飞翔 循环往复 深深不息 我也在想 这飞翔的神鸟 有没有可能就是三足金屋呢 在设计上 尤其是图案的绘制上 我也就寄予了这个想法 去做了一些衍生创作 其实我前后设计了十多个版本吧 当时白金配色出来以后 我们觉得相对普通了一些 金屋嘛 肯定是黑金配色会更加符合一些 而且黑金色的话 在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神秘 更庄重 我们反复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工艺和材料 本体服饰我们用了多种不同材质的布料 结合染色 贴布袖 古线袖等工艺 布料就买了好几十种 有厚重的断面 也有轻薄的砂质 我们都尽量是选择带一点金属光泽的面料 去打造太阳神鸟的金光 橙次感 袖子是特别设计的 裁剪上模拟了一片片的羽毛 穿起来的效果就像神鸟的翅膀一样 为了更有气势 也更精致华丽 我还做了一个金羽肩甲 前经的刺绣图案 是我根据文物原型做的衍生设计 贴布袖的工艺 让刺绣更有立体感 我把文物本身 放在了胸口和腰中这些关键位置 腰阵中是太阳神鸟文物的本体形状 胸口呢是文物里旋转飞物的神鸟 这个为了精致度 我选择用了3D打印工艺 先建模再打印出来 头饰的设计我也融入了太阳神鸟的元素 后面的发式光环 则是参考了太阳神鸟轮廓的圆轮型 夹丝织围绕了金屋 装面用到棕色和金色为主 眉型眼装参考了鸟类的感觉 做了一些装面上的调整 画了花纹 为了体现神鸟的特征 我把面具设计 制作成了一个 镂空羽毛花纹的半脸面具 A beam of light shone from the sky as if from a mysterious and broader universe the sun and immortal birds awaken with the dazzling golden light gliding in their eyes and spread their wings ever so slight the sun and immortal birds gold ornament soar to the world bearing the mark of the ancient shore the sun and total美